電影中長達近十五分鐘 完全沒台詞的布袋戲 卻讓全場觀眾聚精會神 但台灣的野台布袋戲 一到盡頭 感謝很多各位觀眾朋友 你願意高雄 感謝各位 謝謝 找不到舞台的布袋戲大師 陳錫煌面臨記憶傳承的困難 沒有觀眾的失落 他和已失的父親李天璐之間 還有剪不斷 李還亂的父子矛盾 因為李天璐入贅成家 長子必須姓陳 父子不同姓 再加上李天璐對長子要求高 父子一生都有嫌隙 演了一輩子的長中戲 陳錫煌卻無法拿捏 自己主演的父子親情大戲 一輩子陪伴他的 只剩收藏在紅盒子裡的戲神 田都元帥 紅盒子紀錄的是一段燦爛走向落寞的 布袋戲時代 也紀錄了一對父子 記者還有一集 綜合報導 精靈的 口袋